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晶片巨头英特尔,由于战略转型及IDM2.0计划的推进,开启了一系列的业务收缩,更聚焦于核心的半导体技术和晶片制造领域,并且在业绩下滑之下,开始推行成本削减计划。 自2022年10月以来,英特尔就对部分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裁员计划。 今年5月,研究机构Semi-Analysis的分析师就爆料称,由于业绩的持续亏损的压力,英特尔计划削减10%的预算,这将导致客户运算事业群CCG和数据中心部门ECG受到影响,裁员多达20%。 据外媒报道,由于此前的裁员未到达预期的效果,英特尔正计划进一步扩大裁员,近期将在加州裁员140人。 报道称,英特尔这次加州裁员的140人,包括英特尔Forsham Campus将裁员89名员工,盛和熙将裁员51人。 其中,在Forsham Campus将有37个职位类别受到影响,受影响职位的主要为工程师和架构师。 具体来说,英特尔将裁员10名GPU软体开发工程师,8名系统软体开发工程师,6名云端运算软体工程师,6名产品行销工程师和6名单系统晶片系统SoC设计工程师。 资料显示,英特尔的Forsham Campus用于各种研发活动,包括固态SSD、绘图处理器、软体,甚至是晶片的开发。 自从英特尔在2021年出售3D NAND和SSD业务以来,到目前为止,该公司已将适当的职位转移到Solidigme,或者给予补偿让他们离职。 不过,英特尔这次的裁员名单中扩大到了GPU工程师,这有点令人惊讶。 因为英特尔的GPU软体远非完美。 外界猜想,英特尔或许希望将某些职缺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其他地点。 在这次的最新裁员之后,预计Forsham Campus在包括1月、3月以及本次三波的裁员行动中,共减少了近500个职缺。 截至2022年初,英特尔在Forsham Campus拥有5300名员工。 报道指出,在与州政府官员的通讯中,英特尔提到了在公司内部重新安置受影响员工的可能性。 英特尔发言人还强调,英特尔在加州保留了超过13000名员工,并继续致力于对其业务基本领域的投资。 另外,英特尔在美国境内的大部分生产都在亚利桑那州、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进行,这次似乎不受到相关影响。 随后,英特尔回应称,英特尔正在努力加快其战略部署,同时应对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。 他们专注于通过多项举措,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,包括在公司各领域减少一些业务和职能部门的员工队伍。 他们将继续投资业务的核心领域,这其中包括他们在美国的制造业务,以确保他们为长期增长做好的准备。 这些都是艰难的决定,他们会以体面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受影响的员工。 英特尔之前公布的二季度财报显示,英特尔二季度营收同比下降15%至129亿美元,高于市场预期的120.2亿美元。 二季度每股收益为0.35美元,NUNGAAP下每股收益下降54%至0.13美元,但是也高于市场预期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将二季度恢复盈利的原因,归功于对英特尔产品路线图的信心增强,客户和数据中心团队的实力以及成本节约措施。 谈到成本削减措施,基辛格表示,该公司有望实现到2023年削减30亿美元年度支出,到2025年削减80亿至100亿美元年度支出的目标。 作为英特尔最强大的对手,台积电成立于1987年,是先进晶片代工半导体制造厂。 该公司的客户包括苹果、高通、辉达等等。 这家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,近日的日子也不太好过。 日前业界传出,受终端需求不振与市场竞争影响,台积电与其转投资的世界先进,近期陆续调降8英寸晶圆代工报价,最高降幅高达三成。 即便8英寸晶圆代工并非台积电营收主要来源,但台积电过往在价格上相对坚定,不轻易涨价也不会随便降价,如今降幅最高达三成,引发关注。 并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积电受到成熟制成,杀价抢单动作持续,AI订单,恐难立挽狂澜,法人宣传出,公司7月底的发售会,二度条降今年财测目标,将全年美元营收目标预估值有年减1%至6%,调降至10%,但因近期景气持续低迷,恐有三度条条财测至年减12%的可能。 对此,台积电表示,对市场需求的看法与展望,均依7月法说会内容为准,目前无更新讯息可提供。 另外,台积电也不评论市场传闻或客户业务变化。 据业内人士8月下旬透露,由于缺乏订单可见性和客户订单动力,台积电已下调未来几个季度的代工报价。 有趣的是,就在今年6月初,市场曾传出消息称,该公司已筹划2024年上调先进制程报价,且已与多家大客户陆续完成协商沟通,涨价几率相当高。 如今,由于需求低迷,该公司一向坚挺的高价,也撑不住了。 在业绩方面,由于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下滑,导致晶片需求减少,该公司今年一季度的合并营收为5086.3亿新台币,同比增长3.6%,环比下滑18.7%,净利润仅同比增长了2.1%,创下近四年来最小季度增长。 二季度,该公司的合并营收约4808亿新台币,同比下降约10%,净利润1818亿新台币,同比下降23.3%,该公司营收和净利润的下降幅度,均低于此前分析师普遍预测的14%和27%,受半导体市场需求疲软影响。 设备大厂应用材料的晶圆制造客户一直在放慢扩张计划,以应对电子元件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。 不过,应用材料认为,半导体产业将能摆脱短期问题,未来收入可达一兆美元的规模。 市场分析师也预估应用材料,有望在明年下半年将恢复营收增长。 总体来看,半导体需求不足,台积电一向坚挺的高价也撑不住了。 哪怕是先进工艺闲置了也很多,逼得台积电在未来一年代公报价上做出让步。 台积电近期与客户协商,只要投片两符合规定,报价将有折扣,这还是数年来台积电首次在价格上让步。 由于产能及技术占优,台积电在晶片代公溢价上一直是绝对强势,说一不二,不同意就不接单,哪怕是苹果也很忌惮。 如今不同于以往,台积电罕见降低身价调整价格策略,不过这也意味着晶片行业的情况一时半会好不起来,至少2024年再说了。 因此,尽管随着iPhone15的量产,3奈米A17晶片出货,提升了台积电7月份的业绩,然而全年算下来依然会是下滑。 此前台积电已经下调了2023年预期,晶片行业的黑暗时刻远没有结束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